21年前,刘正为写手周星驰猪鹰为我们奉献了一部传送至今的经典电影《大话西游》。 何谓经典?经典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 我不敢往自飞,不能说《大话西游》就是新业最好看的电影,但一定是最好看的电影之一。 1995年,《大话西游》在香港和内地上映,无人问津票房惨淡。 两年后,万人空向争相传送,经久不衰。 《大话西游》从票房惨淡到风靡一时,中间的波折我们无从得知。 但就如同电影本身一样,初看时还小,觉得乱七八糟,穷魔乱雾,完全看不到中心思想。 等到稍大一点的时候再去温习,笑得不能自己,原来他们的是一个喜剧片。 然后等到情窦初开,走过爱情的河流,与女朋友分手之后再去看这部电影,瞬间潸然泪下。 原来爱一个人会真的很痛,原来女朋友在我心里面也曾留下过一滴泪,只是当时红旗无一个全然没有发觉。 再然后毕业了,工作了,整天气躁摊黑的在社会上打拼,偶尔翻出来这部电影再看, 居然无语淋影了,原来我们在爱情面前不是败给了真爱,而是败给了现实。 即使人到中年,还一事无成,再去看这个片子,才发现每个8090后都是志宗宝。 我们在00后面前的样子都好坏,活得都像一条狗,但我们不想做狗,我们只是渐渐年长,收起了自己的火爆脾气, 变得不再自以妄为,人生百年,谁不曾挥持方秋,谁不曾大闹天空,谁不曾潇洒人生,谁不曾孤单上路。 只是我们有使命,志宗宝的使命是保护唐僧,西天取经,而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家庭,不再遭受磨难,于是只顾奔波之城,变得无欲无求。 大话西游,心也全是两个角色,志宗宝和孙悟空,一个玩世不恭,放荡不及,一个不够言笑,肩负使命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都是志宗宝,喜欢四十五度角,仰望星空,期望自己变成孙悟空,等到长大了,真正成为孙悟空了。 我们却又开始无比怀念那个无拘无束的志宗宝,这是一个男人自然蜕变的过程,无所谓哪个更好,但这两个角色我们都会经历。 白景景喜欢的是孙悟空,孙悟空喜欢的是紫霞,紫霞喜欢的是志宗宝,志宗宝喜欢的却是白景景。 我们都说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大话戏有,之所以经典,不仅仅是因为这部戏好看,而是这部戏已经跳转到了现实。 周星驰,朱英,孟文卫,三个人一部戏半生情。 当周星驰说出那段旷世爱情谎言的时候,我相信朱英是真实被打动了,因为眼神不会骗人。 但是朱英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,对新驰,朱英爱得重粹,断得也决绝,说不相见便相望于江湖。 黄冠冬说,能娶到朱英,她上辈子一定拯救了太阳系。 而如今,朱英与黄冠冬早已结婚多年,生活美满幸福。 而孟文卫,另一个对新驰爱得百繁纠结的女人,如今也早已嫁作人夫。 直到美人与MV发布的时候,我们又看到她和新驰在一起了,依旧的谈笑分身,恍如老有重逢。 有人说,拍大话西游的时候,新驰就是因为默冠冬和朱英才分的手。 但是看到新驰和默冬冬在美人与MV上的画面,我相信新驰其实只是把默冬冬当作一个好哥们,一个好朋友来看的。 而于朱英,谁又能说新驰不曾后悔过呢? 大话西游,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武侠小说中的爵士武功一样。 不同的人看它,会有不同的收获。 小朋友当闹剧看,小青年当喜剧看,成年人当悲剧看,悟性不同,道行不同,最后达到的境界也不一样。 可以说,黄日华的郭靖,温美玲的黄荣,六孝灵同的孙悟空,王祖先的聂小倩,朱英的紫霞仙子,新叶的志宗宝,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经典。 如今刘正伟说是要置尽经典,但经典又其实可以轻易超越了。 如果说大话西游是深入古俗的演绎,让你分不清戏里戏外,那么大话西游3则是浮于表面的一种范围,顶多只能算是靠着大话西游的IP去蹭热度。 很多时候,好的喜剧不仅仅是一部让人看了就笑的喜剧,而是笑过之后也哭过,让你顾盼之间身临其境,感悟人生。 感谢观看